经十六届颁奖,河内志爱培传派奖上共有150多名各作品作者高想行动被官方提名,颁发奖项近70枚。 今年大奖获奖者是河内建筑遗产的骑士,建筑师黄道景。 获得河内志爱大奖我觉得很高兴,我的一生都在致力于修缮国家的历史遗迹,这对我来说是一项富有意义的工作。 除了大奖外,近代河内从宿地到城市艺术获得河内志爱作品奖,通过萨克斯研究大师肯吉尼音乐音频回家推广越南旅游行奖,获得河内志爱工作奖, 产广湖及附近地区景观改造与整治项目获得河内志爱构想奖。 我相信,通过像陪春派奖类似的活动和奖项,大家对河内的热爱将激励我们更加坚定决心,采取更多行动,把对河内的热爱转化为具体的行动,从而让我们的河内更加美丽,更加宜居。 开始时,我们并没有考虑会参加任何比赛,然而,获此殊荣也令我们感到非常自豪,因为我们已经能够为河内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。 河内志爱培春派奖对一生事业中为河内作出贡献的人物起立了表彰。 该奖已创造了巨大的文化和人力资源,为建设和发展首都作出了贡献。 该奖不仅是对河内的巨大精神鼓舞,而且还是文化体育报工作人员在表彰现金个人的切实和创新做法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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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